大家好,我们今天探索的是台湾两大企业巨头 台积电与权益公司的财务风貌 我们将从本期综合损益总额负债总额 以及期末现金,几约当现金余额 等重要会计科目进行深入的分析 并以投资方式做结语 首先,非常感谢这个机会能让我们 一同深度剖析台积电的财务状况 首先,我们观察到在过去的十年里 从2013至2023年 台积电的本期综合损益总额逐年增加 增幅高达1724.15% 这显示了台积电坚实且强大的盈利能力 然而在2022年的第一季度 我们也看到了增速超过50%的惊人数字 但是到了2023年第四季度与前年同期相比 本期损益总额却下降了21.8% 而根据我们的滚动式预测 权衡各种计算与评估 我们预计2024年第一季度 可能会再度下降3.4%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警讯 同样的在负债总额这个环节 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 从2013年至2023年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与收入的增长 负债总额也逐年上升 达到了1724.15%的增幅 在2022年第一季度 该公司的负债增加了超过50% 然而在2023年第四季度 负债总额相比前一年同期下降了21.8% 由此看来 预测2024年第一季度 负债总额可能还会下降3.4% 不过值得我们留意的是 尽管我们看到许多的数据有所增减 但我们发现台积电的现金流 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实际上 在2013年第一季至2023年第四季期间 西末现金 几月当现金余额呃 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 增幅达到了惊人的687.7% 尤其是在2022年第一季度 集市集合时 我们发现 其期末现金 几月当现金余额 达到了最高点比例高达73.2% 仍然与此同时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 从2014年第一季 至2023年第四季 期末现金 几月当现金余额 与比去年同期相比 出现了62.8%的下降趋势 这似乎与我们先前 所观察到的状态 有些不符 但无论如何 我们均应持续聚焦于台积 电现金流的管理 与营运现金的状况 这在评估其营运与财务状 矿的时候 其关键性不言而喻 以上就是台积电公司的深度会计分析 自视角从其综合损益总额 负债总额到期末现金 几月当现金余额 我们已经洞悉了台积电 在财务管理上的优秀表现 然而更多复杂 且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和 探讨的资讯 仍在等待着我们解读与理解 接下来 我们来关注群益公司 再让我们一起看看 群益公司的财务状况 群益在过去的几年里 在他们的本期综合损益总额 方面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 事实上 从2016年到2023年 他们的损益总额 已经增长了160.7% 尤其在2022年的第三季度 他们的损益增加比例 更是超过了135.3% 但更惊人的是 我们预计根据他们 现存的财务状况 2024年的第一季度 他们的损益增长 可能会达到18.7% 然而成功总是与风险相伴 从2015年的第四季度 到2023年的第四季度 群益的负债总额 呈现出了 383.3%的上升趋势 尤其在2022年的第四季度 他们的负债总额 增加了最多的77.9% 尽管从2016年的第四季度到 2023年的第四季度这段期间 他们的负债总额 出现35.0%的下滑 但是我们根据滚动式的预测 预计在2024年的第一季度 群益的负债总额 可能会再增加25.8% 结合即时契合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他们的负债有增加 但是他们从2015年的第四季度到2023年的第四季度期间 他们的现金 几月当现金余额 仍然增加了5.8% 这显示了群益 即使在面临经济压力的时候 也能充分保护自己的现金流 来确保其基本的营运需求 然而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是 从2016年的第四季度 到2023年的第四季度 他们的现金几月当现金余额 同期比较呈现出了858.6%的下滑 这反映出在相对长的时间范围内 他们的现金流动量有所缩小 然而根据我们的预测 我们预计到2024年的第一季度 他们的现金几月当现金余额将可能会缩小20.8% 这就是群益公司与台积电相比之下的会计分析 每家公司都有其独特的面貌 并拥有各自蓬勃发展的可能性 在这浩渺的投资海洋中 希望这些数据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的未来 从以上分析来看 台积电与群益各有其独特的投资价值 台积电以其稳健且可预见的业绩表现 即适合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投资者作为投资选择 而群益的快速成长和显著的利润潜力 可说是适合短期投资 追求高回报的投资者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根据对台积电集群一两家公司的财务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观察 台积电的收入和盈利能力逐年增长 显示其在业界的领先地位和优秀的运营效率 不过他们的负债总额也在同步增长 这可能因秉持着引领业界创新的理念 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和购买高价的设备所产生 因此有一定风险 不过他们的现金流量仍保持在良好的状态 考量他们的业务模式和财务状况 台积电更适合做长期投资 另一方面群一公司的损益总额 过去短短几年也达到相当高的增长 但他们的负债总额的成长率也大幅领先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营运风险较大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 他们的现金几月当现金余额与负债总额比例不足 尽管在短期内 他们的获利潜力可能相当高 但风险也较大 因此群一公司可能更适合追求 高风险高回报的短期投资者 总的来说根据您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可以根据上述分析 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公司